这种脾虚是心脾两须 一个中程药 心脾同补气血霜掉 脾虚经常感觉自己累 有一些脾胃毛病 比如胃口不好 或者是消化不良 容易胀肚子 大便吸糖 但同时还伴随着心慌 心跳加快 健忘 晚上经常失眠 睡不着 或者做些乱七八糟的梦的情况时 这虽然也是脾虚 但就属于心脾两须了 气血不足了 舌头伸出来 通常跟下面这个粉丝一样 舌中傲陷有裂纹 舌前端也有裂纹 而且舌尖傲陷 舌色整体偏淡 这种情况下 单纯去健脾胃 用些补脾的中程药 效果是不好的 因为心煮血 血足则气盛 而脾是气血生化之源 这心脾两脏 在气血方面是息息相关的 相互影响的 脾虚之后 气血生成不足就容易影响到心 导致出现心脾两须 气血不足的情况 这时条例就得以补心脾 气血双补才行 不然心脾气血不足 依旧会反过来影响脾胃的 而对于心脾两须 有两个方子很合适 一个是龟脾汤 一个是人参养荣汤 但人参养荣汤中有补羊的中药 所以是和那种心脾虚气血不足的同时 阳气也虚的人 像这个病人 我们可以看到他舌根舌胎白腻 同样存在裂纹 平时还有怕冷手脚发凉的情况 这证明他存在着阳虚的情况 因此就以人参养荣汤为基础方 加起补肾羊的中药条理 一个疗程后跟我反映 面色转红 手脚不那么冷了 而且没那么累 现在睡眠也好些了 于是又开了一个疗程 后期用中程药 人参养荣玩 拱过了一段时间 目前已经痊愈 那如果你也是心脾两须 但怕冷手脚发凉的情况不严重 可以参考中程药规疲玩 但如果你身上同样也存在其他病症 并且比较复杂 我建议最好是线下找专业的医生 让医生根据你自身情况 调整用药用量 对症下药 这样效果会更好 总之不了解自身情况时 千万不要盲目用药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